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Capsule Academy, this is Leo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a new concept of English book One lesson 79, grammar and words 那老习惯进入正式课程之前 我们先看两个小的问题 第一,have got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去用 你看have这个单词咱们见过 got这个单词是get的过去式 那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应该如何去翻译 第一个问题 第二,a lot of many和much 这三个单词到底应该如何去用 带着这两个问题 Hope you guys enjoy it 好,我们先看have加got have和got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给大家两个例句 告诉各位这两个例句的含义 一模一样 各位就知道have加got合起来什么意思 I have a car和I have got a car 含义一模一样 均表示拥有 有,我有一辆车 第一句话的翻译 第二句话的翻译 我有一辆车 OK,没有区别 对吧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在问题那个地方故意引导了大家一下说 好像告诉各位这是一个是have对吧 然后加了一个get的过去式 不要这样去理解 它就是把两个单词放在一起have加got合起来翻译成有 就这么简单 OK,好 它可以有一个缩写 就是把have给它变成p为e 叫做have got 比如说我有一辆车 你可以说I have a car 你也可以说I have got a car OK,但是如果你只用have的话 不是have got的话 一般不会是have a car 不会这么去说的 所以要么是I have a car 要么是I have got a car 要么是把I have got a car 缩写成have got a car OK,好 那它实际上跟have单独去表示 有的时候的含义是一样的 这个用法是很类似的 都可以变三单 比如说he has a car 还有一辆车 或者是he has got a car 依旧has got 可以给它来一个缩写 比如说he has got a car OK,您看到了 把has变成了ps 对吧 所以以后各位见到ps的时候 可能有两种情况了 第一种是is,m is are the is 第二个是have和has的has OK,那翻译成叫做 它有一辆车 所以它的肯定句很简单 就是其实跟have很像 您无非就是把have换成了have has加 got 对吧 然后剩下的其他还是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小的公式还是挺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have got 它的否定句 否定句如果是have 您用的是don't 对不对 I don't have a car 这取决于各位之前的基础有多么好 那have got怎么办呢 也很简单 直接在have的基础之上去进行一个否定 加上not 你看这个是我们以前没见过的 那您今天就先暂时硬把它记下来 叫做I haven't got a car 跟I don't have a car 意思一模一样 OK 好 那同理如果是三单怎么办呢 三单如果是have 对吧 肯定句是he has a car 变成否定句就是he doesn't 用doesn't就可以了 那我们have got是三单的情况下 是has got 否定句就是在has的后边加ampuret 也就是not这个缩写 叫做hasn't got a car 于是他的肯定 这个他的否定句的公式 我们看一下 就是要么是haven 要么是hasn't 然后再加go再加其他 就是逐语去确定后边是用haven还是hasn't OK 所以这个公式也特别的重要 其次各位想一下一般疑问句我怎么变 我之前实际上已经提过几次这句话了 我们英文 目前我们总结出来这样一个规则 就是你在哪个单词的后边加not把这句话变否定句 变一般疑问句的时候就把这个单词提到句手去 比如说 do you have a car 他的肯定句是I have a car 他的否定句是I don't have a car 你是在do的后边加了not变否定句 那一般疑问句的时候您就把do这个单词给他提到句手去 于是变成了do you have a car 那你回想一下 刚才我们学这句话 have you got a car的肯定句是I have got a car 否定句是have后边加not 那变一般疑问句就是把have这个单词提到句手来叫have you got a car 两句话的含义一模一样 对吧 然后曾经有学员问我说 那既然两句话的含义一模一样 那为什么还要分开去就是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表达 那我当时的解释就是北方你看中国人北方说话说干什么 对吧 北方人说话和南方人说话表达这个东西的时候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吧 干什么和干啥 对吧 干啥 他其实的意思都是what都是表达这个意思 但是你看他还是用不同的字产生一些区分 只不过英文是用不同的结构给他产生一些区分 你可以这样去不准确不太准确 但是至少能让你明白语言不是说有一个表达了 就没有别的类似表达了 OK 好 那接下来他的三单也很简单了 对吧 你这个把das提前就讲了 那刚才have got这个结构如果是三单状态下 那您就是把has提前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他的公式就是have和has提到句手去 然后加主语加go再加其他 于是这句话叫做has he got a car的意思就很简单了 叫做他有一辆车吗 好 在这我想提这么一句 就是说对于各位来说 你说我用does he have a car 我已经用的非常熟悉了 你现在要教了我一个叫做has he got a car 我不想用行不行 甚至我不想学行不行 不想用行 不想学就算了 是吧 因为你不用他没问题 你只会does he have a car 是没有问题的 你能表达清楚你的意思 但是你没办法阻止别人去用 别人去用的时候 你听不懂 那吃亏的还是自己 对吧 所以两者都可以学 学了你可以不用 你让别人去用 没有人逼着你说只有这个才是对的 不存在这个情况 各位放心就可以了 好吧 那接下来我们第一个问题have got去解决了之后 第二个就是三个单词 它其实有点类似于当年我们在25课学过的some和any这两个单词 那我们先看some和any我们回顾一下 当年我们学它的时候 它的意思表示的是一些 对吧 那a lot of表示的不是一些了 它表示的是许多很多 一些许多 对吧 如果说10个是一些 那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比如说50个是许多 ok 当然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数字 那a lot of各位注意几个小点 第一它可以修饰cn点 这是41个我们讲过的 叫做可数名词 也可以修饰un点 管它叫做不可数名词 然后后面这个要注意一下 它理论上来说 a lot of是可以放在肯定句当中的 也可以放在否定句当中 也可以放在疑问句当中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各位接下来都会看得到 好 那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一些例句叫 i have got a lot of money 我有许多钱和i have got some money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些钱 那你现在手头有钱吗 我说我手头有一些钱 钱包里有200块钱 这叫做some money 对吧 如果你现在这个钱包里竟然有2万块钱现金 那就是a lot of money了 对不对 大多数人不会拿这么多钱 ok 所以这叫做a lot of 那你看money是不可数的 对吧 好 其次也可以说叫做we have got a lot of potatoes 我们有许多的土豆 我们没钱 但我们有许多的土豆 好 你注意土豆它是可数的 你看后边加es 对吧 表示它是可数的负数 好 许多a lot of potatoes 好 在这我想提几个小点 其实按照本课课程设置的角度来说 它想告诉你的是a lot of 你先别着急给它用在否定句和疑问句当中 你就先只把它用在肯定句当中 但是各位去查阅任何一本语法书 比如说我们在开篇给大家推荐过的那本红皮书 你就会发现它告诉你a lot of 也完全可以放在否定句当中 也完全可以放在疑问句当中 所以各位在这个地方你要自己去想一下这个思路 对吧 就是本课 其实如果说a lot of的知识点是这么一张饼 那本课就是只给你切了一个角 对吧 然后我告诉各位是整张饼长成什么样子 可能 对吧 就是你也可以把它用在所名句和疑问句当中 OK 接下来much这个单词 它还是表示许多 包括一会我们要讲到的many这个单词 它依旧是许多的意思 但是它们有一点点区别是什么呢 各位这个要注意一下 就是much这个单词几乎只加un点 叫做不可数名词 比如说我们问钱money的时候都是用how much 为什么用how much不用how many 因为money这个单词它是不可数的 所以才用how much而不问how many 对吧 how many是问多少个 它就是可数的 OK 其次much你要注意一个小点 大多数情况下它不在肯定句当中出现 它往往英文的习惯是放在否定或疑问句当中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说there isn't much tea on the table there isn't much tea on the table 好了 它是一个否定句 我们看一下它怎么翻译 我已经跟各位说了叫做much是许多的意思 那您就照着这个许多去翻译 叫做there isn't 叫做没有much tea 许多的茶on the table 叫做在桌子上 那你回想一下它和there isn't any tea on the table 是不是一码事 there isn't any tea on the table 指的是桌子上一点茶叶都没有 而there isn't much tea on the table 指的是桌子上茶没有许多 那它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其实这个你英文的语感和汉语感是一样的 我没有许多的钱 答案问我有没有钱 有钱不多 对吧 英文是一个道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几个小的例句 is there much tea on the table 这就是疑问句 叫做桌子上茶多吗 如果不多了我去买一点 对吧 ok 好 再来说did you buy much food 你买的食物多吗 是不是非常多呀 ok 够不够咱们两个人吃啊 是吧 我用不用再去买一趟啊 叫much food ok continue说 we haven't got much money 我们没有许多的钱 问有没有钱 有钱 但不多 ok continue how much money do you want 你想要多少钱 这个how much money 是我刚刚刚最开始讲 much这个单词的时候提到的 对吧 各位注意一下就好了 接下来many这个单词 它的含义依旧是许多 还是许多 就这三个a lot of much many都是许多 只是用法上有一点区别 much如果是加不可数 那many各位在这需要记住的 就是他加的是可数 ok 他可以加可数 比如说我们造句子 叫做there aren't many dishes in the kitchen 注意there aren't没有两个字 many dishes 许多的锅儿瓢盆 对吧 许多的盘子in the kitchen 叫在厨房 说厨房里没有许多盘子 好 问有没有盘子 答案有 但不多 他和there aren't any dishes 不是一码事 any dishes 就是没有任何了 他的否定是变成任何盘子都没有 就一个都没有 对吧 Let's continue 说are there many dishes in the kitchen 好 你看are there提前 然后问many dishes in the kitchen 好 注意一小线 你看 还是翻译成有 对吧 只不过后边加个mah 对吧 有吗 有许多的盘子在厨房里吗 有许多盘子在厨房里吧 如果把many 换成了any 就是有任何盘子在厨房里吧 你听一下 用汉语语感去判断一下二者的区别就可以了 对吧 OK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一个例句 叫做 Did you buy many books 你有没有买许多的书 你说 No Actually I bought some but not a lot of books 说不 我买了一些 some 但是不是许多 OK 第二个 接下来 比如说 We don't know many people 我们不认识许多人 问我们认不认识人 这个答案就比较明显了 叫我们认识 but we know some but not many 对吧 但不是许多 再来 How many photos did you take 你拍了多少张照片 所以你看刚才问的是 How much money 现在问的是 How many photos 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课的单词 把这个两个单 两个单词我们给它连到一起了 第一个叫做shopping 第二个叫做list shopping 这个单词可能在中国普及率还挺高的 就是购物 list指的是一个单子 那shopping list 你看像这儿出现的这个my shopping list 指什么意思 就我的购物单 购物清单 对吧 好在这儿依旧是购物单 其实这两者放在一起 类似于一个名词的作用 我们要配合一个小的动词 它用的叫做make 它没有用write 对吧 它用的是make制作一个购物清单 好 我们结合不同的之前学过的语法 我们拿这个短语去造一些句子 张嘴跟我读一下 he's gonna make a shopping list 一般将来是他要去做一个 要去写一个购物单 再来 he's making a shopping list 他正在写购物清单 正在制作一个购物清单 he makes a shopping list every Friday 每周五都会做这件事 一般现在时 he made a shopping list last night 赶紧把这个单词记下来 告诉各位make的不规则 过去是写成的叫做made 对吧 它的过去是不规则的 写成了made 昨天昨晚 I can make a shopping list for you 好 43课学的can 和you must make a shopping list 63课学的must 在这从第二句话到第七句 基本上把各位从第一课最核心 第一课到今天学到的最核心的所有语法 全给大家给我列出来了 OK 好 接下来下一个单词跟我读叫做vegetable vegetable 那叫蔬菜的一个统称 对吧 好 那它是一个名词造句的时候 你就是不是要去找一些动词 对吧 比如说clean buy want like 当然还能有其他的动词 您往前翻一翻 看到想一想哪个动词 比如说cook是不是也可以 对吧 跟他尝试去连起来造句 那我提前给大家造了一些 造了一些 各位只要张嘴跟我读就可以了 like I bought some vegetables for my parents yesterday 这个短语我们之前学了 对不对 buy something for somebody 再来 I'm cleaning the vegetables 注意你看这儿的vegetables 都是可以变复述的啊 再来 do you want some vegetable 好 这儿可以加s do you want some vegetables 下一个单词跟我读need 需要啊 我需要你 I need you OK very good 那我需要你的帮助呢 很简单 叫I need some help 我需要一些帮助 那我需要许多的帮助 我们刚学叫I need a lot of help 我需要很多很多的帮助 一些都不够了 或者我需要一些蔬菜 叫I need some vegetables OK 好 那你需要帮助吗 其实就是把它变一个一般语文句 把do往前一提 这是各位之前学的 叫做do you need help very good 接下来还有两个单词 我们直接拿电影台词网块一串就可以了 第一个单词跟我读 叫做hope hope 叫做希望 它既有动词 也有名词 但是不管动词还是名词 都可以翻译成希望 汉语不太分这些是吧 好 那最后一个单词叫做thing 叫做事情或东西 可以指的是事情 也可以指的是 this is a thing OK 好 那叫做hope is a good thing 叫做希望是一个好事 是一个好东西 也可以这样理解 来了 接下来看一下电影片段 remember red hope is a good thing maybe the best of things and no good thing ever dies I will be hoping that this letter finds you and finds you well your friend Andy 这句话应该比较慢了 各位能听清楚了 对吧 叫做hope is a good thing 希望是一个好事情 好东西 接下来下一个单词 跟我一起读一下 叫做money 注意它是不可数的 这个单词是不可数的 money OK 好 那依旧是老习惯 它是名词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找动词 这个思路 各位从今天开始学 一直贯穿到新二 新三 甚至新四 like give 叫做给 need 刚学了 叫做需要 那put something on sw. 就是somewhere 某地 把某物放在某地 回想一下 我们曾经学过的一课 叫做don't put it on the table 不要把它放在桌子上 对吧 关于花瓢那一课的 base 那一课 那我们造一些句子 张嘴跟我读就好了 like I need some money Can you give me some money 21课学的 Please put the money on the desk 好 拜托了 把这个钱放在桌子上 OK very good 那recap 本课除了单词以外 这几个小的单词 各位也要可来注意一下 马上我们学习下一个视频文章的时候 依旧会不停的出现这几个单词 OK 好了 那加薪作业 首先各位单词 看我后边今天新多了一个叫做加语法去造句 这个语法其实就是我在讲今天的一个单词当中 给大家把很多的不同的之前学的大的结构 各种时态和情态动词都拉过来了 各位就用这些语法去造句就可以了 接下来今天多一个作业 叫各位用初级红皮书去查找一下本课的语法 就是have got 这是第一个您要查的 第二个 a lot of 第三个 much 第四个 many 各位如果忘记了的话 不妨去开篇看一下如何使用红皮书去快速进行查找 它的目录及它的所以 最后给自己讲解一遍今天的核心知识点 OK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课程 欢迎大家关注订阅一键三连支持 并分享给那些需要的朋友们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句名人名言 All human wisdom is summed up in two words Wait and hope See you next time